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动这个叫做VIPA 等于说是投资互保促进的那种协议 因为这样对彼此的投资 这些企业来讲 都是会更为有保障 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步是对彼此 下一步的经贸交流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今年1月台价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生效 民众不必两边同时缴税 有助促进两国贸易往来 多少侨胞担心跨国查税问题 驻加拿大代表处经济组长张远志回应 目前为止他国向台湾主管机关 提出查税要求的案例 大多是针对企业而非个人 要侨胞放心 这些案例里面 都是只有要求查这个公司的交易的情况 都没有查个人的税务的情况 跨国查税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如果没有相当的金额或者是相当的疑虑 而且必须要非常足够充足的这个法律的依据 他才可以向我们提出来要求 宫中城也和多伦多侨胞举行座谈 侨界代表就加强推动台湾观光 特色自费医疗 以及促进台家高等教育交流等议题提出看法 许多人也认为 加拿大的健保制度和劳工法规 可作为台湾健保 以及一力益修制度调整的参考